徐宇龙扫射谭云使人 探出一根手指指地有声 谭云 穆孟一 罗凡 南宫如雪 洋冲 柳依依 待会儿 我是不会给你们这丹麦叛徒逃下台机会的 你们这些叛徒 势必付出惨徒的代价 说吧 徐宇龙便带领九名丹麦弟子 足踏飞剑落在了三号圣魂高台之上 隔着二号圣魂高台 面带杀鸡 遥望谭云使人 面对徐宇龙的威胁 谭云不知可否 而是回首看向黄浮玉救人 待会儿无论谁陷上 皆不要留活口 黄浮玉救人点了点头 此时 圣魂道人不屑地看了眼谭云使人 本首席还是那句话 刀剑无眼 生死 各安天命 现在本首席宣布 功勋一脉 对阵丹麦 大笔 正式 开始 圣魂道场瞬间安静下来 丹气 武魂 受魂 圣魂一脉 朝百万名弟子 都想瞧瞧谭云使人 如何被宰杀 至于浮阵 古魂 风雷一脉弟子 多数人也罢不得 谭云使人去死 因为方才 谭云说出单挑九脉的举动 已经彻底激怒了他们 当然了 九脉弟子中 身为谭云 默默一致有的皇甫听风他们 望向谭云的眼神 则流露出深深的担忧 同时 他们对于谭云几人 已是练魂境大圆满 并不意外 他们清楚 功勋一脉初见 需要竭力培育弟子 定是谭云 默默一等人 常年在石工法宝内 闭关的原因 这一刻 唯有功勋一脉 一万三千多名弟子 显得格外激动 他们坚信 大师兄他们 一定会大获全胜 扬功勋一脉之威 在功勋一脉弟子心里 此度时脉大比 其他旧脉 将会是功勋一脉的 垫脚石 功勋一脉 势必震撼皇甫圣宗 成为先门时脉 最强大的脉戏 这是三号圣魂高台上 一名身材魁梧的丹麦弟子 气势威猛掠上 二号圣魂高台 只见其右手一番 一把赤色极瓶宝气大刀 便凭空出现在其右手 一道道灼热的气浪 便自大刀内弥漫而出 笼罩整座二号圣魂高台 使得整片虚空如波激荡 显然这是一柄 火属性极瓶宝气大刀 此人手持大刀 凶神恶煞 指向弹云使人 闷声如雷 谁先过来给曹某受死 此言一出 台下丹麦弟子不由崇拜地望着曹阳忍不住出声 曹师兄可是我们丹麦排名第十的强者 他修炼的玄火刀绝 那可是炼魂镜火属性 媲美龟宝气的功法呀 是啊 我听说曹师兄已将玄火刀绝修炼至十二层 以刀之位 玄火满天 威力是强侃无比呀 我估计 除了谭云 木木义 与曹师兄有一斩之礼 其他把个不堪一击 文言 一号高台上 身负金木水火属性上品资质的罗凡 对着谭云九人口吻自负 既然他也是火属性 那头阵就非我莫属了 正好 让所有人见识一下 我功勋一脉火仙秘点的厉害 让所有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人知道 我功勋一脉火仙秘点 才是最强大的 啊 去吧罗兄 我相信你可以 武魂道人文言 忍不住直摇头 在他看来 整个皇府圣宗 只有自己武魂一脉的火属性功法 才是其他九脉火属性功法 无法匹敌的存在 武魂一脉 修炼火属性功法的弟子 望着罗凡的眼神 亦是别夷至极 少他酿的啰嗦 滚过来受死 无知 罗凡右手持剑 化作残影略上二号射魂高台 紧接着 浑身便喷出一道道红色火焰来 那红色火焰 由若条条火芒围绕他在旋转 紧接着迅速变作橙色 又变成黄色 最终变成了绿色 火仙秘点 乃是一步可修炼之 羽化成仙的功法 秘点分上中下三步 每步又分九转 一转火焰红色 二转橙色 三转黄色 四转绿色 五转青色 六转蓝色 七转紫色 八转银色 九转金色 而如今罗凡已将上步修炼到五转 此刻他自负 十转四转便可灭杀眼前这曹阳 随着罗凡实战四转功法 他的气息节节攀升 一阵炙热的气息从体内澎湃而出 雕虫小技 玄火刀绝十二舱 玄火裂天 曹阳低后肩 右手一旋便跃起五百丈来 紧握手中活属性极品宝气大刀 朝罗凡立屁而下 一到二百丈的玄火刀芒凭空出现 书然巨大刀芒内 又分出上千道长达三十丈的玄火刀芒 给我去死 曹阳立合 可然间 两百丈的玄火刀芒 引领上千道玄火刀芒 带着一道道空间裂系 气势骇然轰然而落 欲将方圆千丈的虚空彻底焚回 然而面对这段攻击 罗凡仍旧风轻云淡 浑身盘绕的绿色火焰 瞬间涌入右手中的活属性飞剑之内 阵 罗凡不动如山 右手持剑紧紧朝苍穹一挥 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出现了 只见长达白杖的绿色火焰剑芒 冲天而起的瞬间 二号圣魂高抬上空的空间 便遍布触目惊心的裂纹 而曹阳轰然而落的玄火刀芒 瞬间突弯瓦解 一阵阵惊天巨像之中 剑芒与刀芒轰然撞在一处 不可能 不 在曹阳绝望的叫喊里 绿火剑芒瞬间击溃玄火刀芒 而急将其吞噬 碰的一声 曹阳炸了开来 化作漫天飞溅的血肉 散落在高抬上到处都是 自始至终 罗凡始终驻足高抬 原本罗凡纹丝不动的身子 此刻却剧烈发抖 他也没想到 火仙蜜蝶竟强大如斯 强大到让他能将眼前曹阳 以击必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